黃曉軒 黃曉軒他在剛到我們醫院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判斷他的哨傷面積很大 所以他在我們第一批進去開刀清創的這一批女單裡面 我們本來是先排除在外 因為他本身當時是不太適合接受全身麻醉的手術 可是一直到後來他的情況的確有變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選擇了一個時間 然後我們所有的組織醫師一起在裡面 在最短的時間幫他完成了第一次的直皮手術 那我們本來期待做完直皮手術之後 他的哨傷面積可以縮小 縮小之後進一步看看能不能讓他全身的狀況比較好一些 可是我們在開完刀數後幾天之後 發現他的情況的確是比較穩定了一些 所以我們本來說那是不是不要放棄希望繼續幫他治療 可是當時開完刀之後 我們就已經知道他的手和腳已經到達四度的燒傷 那我們再怎麼清傷口 他的傷口其實都不會流血都已經乾掉了 所以我們本來還在想說他情況穩定之後 我們再怎麼樣處理他的傷口 可是在這兩天內因為他燒傷面積過大 造成的全身性的感染 然後他的器官開始一個一個已經沒辦法承受 所以他說在今天早上 那對我們團隊來說這十二個病人其實都一樣重要 那當然有些病人會慢慢的好轉 可是當然也有些病人他的傷勢比較有重 會可能會離開我們 然後我們也非常的難過 不過希望離開對他來說是一個解脫 然後希望他不會再痛 謝謝 謝謝